我们来试DHT11 它会用到的积木就是 你要设定它在哪个角位 然后你要读的值是哪一个值 温度还是湿度 首先我们来测温度 感应器一般建议是间隔两秒测一次 间隔两秒测一次 我们第一次测出来的温度是 27.4度 我们接的角位是8 接的角位是8 28度 27.5度 27.4度 那我们来看它会不会升温 抓上去之后再 再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再来看 提的角位是1 8度 27.7度 28度 28.4度 28.4度 28.8度 28.8度 28.4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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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应器它非常迅速的反应它的温度 而是慢慢的加上去 慢慢的升上去 29 它降温的方式也是这样 所以这一个感应器并不适合太频繁的 就是间隔时间很短的状况下去侦测它 也可能会造成一些 侦测上面的一些小问题 这是DHT11侦测温度 如果你要测湿度可以选择一个 那么改成显示湿度 目前是87度外面差不多 今天是小雨的状况 湿度是87度 差不多 反正就80 这温度变很像没有办法 因为外面现在的状况是 因为外面现在的状况也不改变 反正就用温度就是这样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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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